打开门就天生 或天生都是伤 本来就很简单 不再四季麻烦 想买到演唱会门票 歌迷 容易吗 不要问 不要说 一箭静在露宴中 以张学友家常演唱会门票来看 开卖前就守在售票平台预备备 不到三分钟 所有座位从最贵到最便宜的 全都显示已售完 但同一时间脸书社团 已经在卖家场时段的门票 都强调要另外收费 歌迷如果想买位置最好的特区 每一张还要加收四千元的代购费 抢不到票的粉丝 只能被迫加价向黄牛低头 有些老客人要的话 我可以帮他介绍 他是强尼 九年前踏进黄牛产业 是业界公认的大牛 同行还会向他调票 市场上看到的黄牛票 有一半都出自他的手 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场次 我们甚至就是会跟客人 约好一个取票点 通常就是可能订个五星级饭店 客户多到必须订饭店房间来面交 抢尼十二人团队 各自分工抢不同国家的票 还会分析每场演唱会赚不赚 再决定要先抢多少票来卖 像是去年BP来台演唱会 厂里就卖出一千六百张票 最贵一张原价八千八的门票 他卖到十几万 其他黄牛也为我们拆解 如何领实体票 通常时间会选超商客人 不多的时候 才去操作机台 像是两张票 整个流程下来 就花将近七分钟 若一次要领近百张的票 不只耗时影响其他客人 一次领大量票券也可能被怀疑 因此黄牛通常会分好几个超商取票 而且尽管文创法祭出重罚 抓到就罚票面价的十倍到五十倍 卖几张罚几次 利用不罚程式刷票 更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却仍有黄牛铤而走险 刑事局就破获有工程师 训练AI机器人来刷票 在南买的演唱会门票 也只要四秒钟就能抢到 根据文化部统计 从去年六月文创法上路后 利用不罚程式抢票 已经有三案移送减掉 加价卖票的黄牛也才罚了二十八案 官方数据显示 检举黄牛的案件大幅下降百分之七十五 但背后却藏着大黑数 因为只要换上代购两个字 就能加价转售门票 如果你是事前委托 而且彼此说好代购的这个价格 那个就叫做民法上的委托 合理论反而压得很低 它就是只剩下什么油资 车资这些必要的支出 但所谓的必要支出 没有明定价码 官方认证代购不违法的情况下 会引来多少黄牛扣官 绝非文化部呈现的账面数字 只要买黄牛票的歌迷不检举 演唱会的背后黑手永远都在